妈妈绝不服输系列 没想到我又获胜了 妈妈这下坐立不安了 感觉太没面子了 我一个老阿姨的眼光怎么可能输给小女孩 所以这次我必须来个狠一点的 来吧 看来这次是狠角色 让你好好见识一下可以做太空的笔合 是多么神奇又智能 真不好意思 是时候拿出我的宝藏了 处女做的看过来哟 这是我的多层铅笔盒 这是我的黑科技铅笔盒 上次都说那个空间太小了 今天来个了巨无霸了 把小熊装进去都没问题 哈哈不止铅笔了 什么圆珠笔彩色笔 统统都可以 你看还能在天空上飞来飞去 哈哈真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反正我不信 女孩子就必须拥有少女一点的笔盒吗 而且还自带密码 再厉害的小偷也是没办法打开的 我不说你们应该会以为是首饰盒吧 一层又一层 容量特别大 放点零花钱也没人会发现 还是太嫩了 现在看手机电视太多了 必须种点绿色的植物来养眼 我选的笔盒就是这么贴心 虽然不知道这种出来会是啥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喷喷水 装笔盒上 再贴上喜庆的对联 看完是不是也想拥有了 问题中了活不活还是一回事呀 我还搭配了一块镜子 随时随地都可以挤一挤脸上的痘痘 还有你这个开关声音那么大 书包又装不下 空料料啥也没有 谁说的 我只是还没装饰 你看我就不一样了 链子都带宝石的 重点怎么摔都摔不烂 周末还能装点小零食 去跟好闺蜜一起分享分享 这算啥我还能当书架 看书久了也不会伤眼镜 学霸必备呢 那我也可以呀 我还不用手拿呢 看个电影解解压 好啦你们来评评里 说说到底谁的好看实用 无数据 这次我们下期再见